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因为公布了 美国的三月份的零售销售 月减了1% 当消费疲软 加上美国联主会的理事 释出了鹰派的讯号 也就是说五月的时候 一定要再升息一马 美股周五的时候是收跌的 到处的时候跌幅0.42% 那些跌幅0.35% 标普跌幅0.21% 整体而言呢 美国的股市虽然在本周都是上涨了 但是上涨的幅度都不高 上涨了1.2% 0.29% 0.79% 但基本上大家认为最坏的情况 尚未到来 来看一下美元 现在全世界最关心的就是美元跟黄金 美元指数预期在五月份的时候 虽然会升息 但是大家看到整体全世界 很多央行 现在不是个人而已 包括央行 包括全世界的大富豪 都是亿万富豪 这一类型的人都在减持美元 这使得美元指数本周下跌了0.4% 而黄金在上周涨到了很高的数字以后 本周跌了10.6块钱美元 跌幅0.52% 认为市场认为说 是不是现在已经太高了 所以金价从历史的次高纪录以后下滑 本周是收跌的 但是长期的状况仍然值得观察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油价 油价是全世界下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在OPEC宣布减产的情况里头 纽约的原油期货本周上涨了2.26% 一桶82块钱 布兰特原油一桶86块钱 天然气是下跌的 那么这个基本上比较跟中东没有关系 跟中东有关系都是纽约的原油 跟布兰特原油期货 这呈现出来一个趋势 就是当整个OPEC决定减产以后 它会造成油价未来一直上涨 目前已经周线连四红 油价保持在11周高位的附近 关于半套里的部分是台湾最关心的 英特尔本周下跌了2.8% 台基金的ADR在美国下跌了3.37% 三星电子上涨了5.21% 来看一下跟台基金有关的几个消息 日经新闻报道支撑世界工厂的 台湾IT企业全面下滑 为什么 因为整体营业收入合比 大概下跌了18.5% 降至只有一兆出头 创下了过去十年来最大的降幅 而台阶三月份的营收同比降15% 刚刚特别提到 他们认为这是因为美国IT企业的失速 倒不是什么台海危机 也不是台阶到Arizona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进入状况 所以他大幅的减少他的收入 因为美国的IT企业现在是失速的 而巴菲特在本周也正式的接受采访 他说当时他所以减持台积电 一口气卖掉他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不断的听到台海危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是决定 他投资 不要投资台积电 把台积电给卖掉的一个原因 所以台湾有很多人热衷讲台海危机 不太了解当他越热衷讲这些话 除非他有非常实质的推论 如果根本没有发生的话 他造成的是全世界的外资企业 甚至像巴菲特这样的人 他只是买股票 他都觉得这是太危险了 而本周的美国科技的股价 Alphabet涨0.51% 微软跌了1.87% 就是前一阵子 CHAT GPT的整个所有火红 目前为止开始降均了 没有那么大的爆发力了 苹果仍然升广了 升值了0.33% Amazon涨幅0.44% Meta Facebook涨幅2.49% 接着我们来看 还有Tesla 本周跌幅0.03% Navida Navidia是跌幅1.03% 来看一下美国的大银行 JP Morgan Chase 本身都大涨了8.83% 因为他们都交出非常好的财报 美国的银行 Bank of America大涨了6.03% Ware's Fargo涨幅4.59% 花旗银行8.07%的涨幅 这些大银行的涨幅 这代表大银行的危机都过去了吗 巴菲特说他除了持有Bank of America 他其他都不买 而且他认为 美国的中小型银行的危机 还没有完全过去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 巴菲特也在这次的访问里头 特别提到 他要考虑进一步投资日本的股市 日经指数本周涨幅3.54% 南韩指数本周涨幅3.26% 台湾加息指数本周涨幅0.59% 上证指数涨幅0.32% 今天以来我们看一下 对美元的汇率 日元贬值了2.04% 韩环贬值了3.07% 台币还升值了0.96% 人民币升值了0.43% 待会回到文献的世界财经周报 所以我们在关 Hut的开心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